cancel culture 直譯是什麼呢?cancel是取消 culture是文化 取消文化 簡單來說就是批鬥 圍在一起批鬥你 批鬥你 怎麼會是cancel呢? 就是連工都沒得做 飯都沒得開 那些就叫cancel culture 現在在西方國家就很盛行 大家好 又回到我們一個星期一次的壞人講 壞人講 大家如果有聽我們上一集 上個星期 我們就講的get work work go broke 是的 那我們今集說什麼都是有關的東西 但是很明顯就是我們說 如果不get work go broke 你不聰明到窮 那會怎樣呢? 那會怎樣呢? 就會被人批鬥 會被人批鬥 那這個現象 我們怎麼稱呼它呢? 我們就叫做cancel culture 記住就要like share subscribe 做完這樣就不subscribe就行了 cancel culture 那直譯是什麼呢?cancel是取消 culture就是文化 取消文化 簡單來說就是批鬥 是的 那就圍在一起批鬥你 批鬥你呢? 就怎樣是cancel呢? 就是連工都沒得做 飯都沒得開 那些就叫cancel culture 現在在西方國家就很盛行 很盛行啊 其實我們香港現在都流行批鬥的 絕對流行啊 不過這個是我們華人社會的專長 不過可能我們本身比較離地一點 可能我們講鬼佬那邊 怎樣cancel人 我們可能香港有些觀眾看完之後 有些啟發 到時他可以用這種方法去cancel cancel香港那些人 是的 批鬥香港那些人 是的 一開始講一個大明星 Scarlett Johansson 他接了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就叫做Rub and Tuck 他就做主角的 演一個什麼呢? 演一個變性人的角色的大佬 7社會大佬 不過是變性人來的 他為什麼被人批鬥呢? 就是說他 因為Scarlett Johansson是女神來的嘛 你不是變性人 你為什麼做一個變性人的角色呢? 那他是演員來的嘛 即是他們突然醒不起演員是演戲的 我做丁佬又一定要是丁的嗎? 難道 咦 他們的邏輯是 其實都是跟我們之前 是啊 K你怎麼看啊? 怎麼溫演完法啊? 現在這個Scarlett Johansson 這個case就是他 適合一個變性人的角色 態度認真 是啊 就是要這樣去做 就是你覺得對的 應該是以一個認真的態度 這個是正常人的想法 還有羅伯迪尼路那個方法演技 他真的要開槍打死人 他就因為他受到極大壓力 就是左翼那些 所以就直接不做了 那一部電影都不拍了 整部電影都取消了 是啊 因為這班批鬥人那班 通常是未必是多數 但是一件事就是 他們是所謂的知識分子 左翼的知識分子 你當是小數但高層的小數 但是他可以號召很多人 是啊 這樣吧 第二個被人禁止的那個 可能你比較熟 因為你看打球 NBA 即是說NBA的宣傳 Sacremantle Kings的宣傳 很久了 就是他做了很多年 那這個人呢 為什麼他被人禁止呢 其實他一向跟一個 升級球員 Demarcus Cutson 就有過節的 Demarcus Cutson 就在Twitter問他 喂 What do you think about Black Lives Matter 即是故意搓他 引他 吊他 即是他不是很政治正確 他不是很懂這些 是的 他就說了All Lives Matter 即是一般不懂政治 就覺得沒問題 因為很正常 我也覺得沒問題 人人平等 生兒平等 但是在左翼的眼中 就是政治不正確 為什麼呢 因為在文化霸師主眼中 白人是低一等的 所以不是真正All Lives Matter 因為他是Oppressor 所以他的命是沒那麼值錢的 但是現在很多人支持 Black Lives Matter 那些就說 不是啊 你誤解了Black Lives Matter 以及你用All Lives Matter 是不對的 因為如果以他這樣說法 那你也沒理由可以禁止別人 對 是的 那這個宣傳者 就因為這個言論 只是說了一句 All Lives Matter 只是 他是由1988年 還是1989年開始 就是做Sacramento Kings的宣傳 他做了三十幾年 就是因為這樣 就被禁止了 是的 那說到沒得混 另外一個很出名的名嘴 Jimmy Kimmel 最近都沒得混 哦 Jimmy Kimmel 是的 他本身就是左膠王 已經交到出執了 那個不是卡爾馬龍 柔差馬龍 是的 他那麼多年前 在一個表演裡 就扮成Carmelon 即他們叫做Black Face Black Face 在西方來說 是一個很歧視的行為 是的 他們就抄了他這些東西出來 你說好不好笑 就見仁見智 其實他的意念 都是想搞搞搞搞搞 但是呢 現在他們就一興起 就找回舊的東西出來 來批鬥你 那他其實都很左下 但是呢 因為這陣子的Black Lives Matter 這些事情 他有Black Face 所以被人找回出來 所以他都要隱隱約約的 cancel自己 他都很紅的 他很紅的 即是他請到很多 荷里活的人來做GAS之類 因為荷里活很喜歡左的 他又是左到極的 左到爆燈的 所以他就在裡面吃得開 但是你一找回他的東西出來 那他現在就糟糕了 那他當然是想自己 鹹魚翻山 看看什麼時候 這些cancel culture縣 他就可以出來 但是暫時他就 cancel了 是的 那如果是人之外 還有一些show 被人cancel了 是的 有一個很 歷史很悠久的 這個就是 有一個叫做 Cops C-O-P-S 警察 那個節目就做了三十二季 我記得我那時候 在加拿大的時候 都有看 唱幾句來聽聽聽 那個什麼 一定每個人都會唱 每個人都會唱 bad boys bad boys what you gonna do what you gonna do when it comes for you bad boys bad boys 就是這個 從小到小聽到大 是的 他有三十二季 一下子就cancel了 是的 cancel 批鬥他的理由 就是說他 歌頌警察 是 當然 你說美國 美國那些 還是一個自由國家的警察 我們香港那些 就不是 我們香港那些 就是 我也不知道 用什麼動物來形容他 那些 你喜歡就無所謂 不過我們這個 就 我們就 都是說文化多些 所以呢 這些就憑想像講 這些就 是的 好的 回來回來回來 這個其實呢 他都拍了第三十三季 但是呢 就是因為現在 播了第三十三季 拍了都不播了 以後都沒有了 真的 香港 警訊要 警訊要cancel 類似 類似 是的 我當是一個警察 警察 不關系科的事情 就cancel 了 是的 最後 這個呢 我覺得對我來講 有很大件事 對你們呢 好像沒有什麼 我就不知道 根本上 我一開始覺得 都不知道講不講好 為什麼我一講給你聽 哇 原來這麼厲害 最大衝擊 我呆了五秒 真的 為什麼呢 就是剛才那個圖 是剛才那個圖 就是Paw Patrol Paw Patrol這套卡洞片 就是我兒子的favorite 我知道很多小朋友都喜歡 也都有很多商品 就是周邊的商品 也都應該涉及很多錢 是 一下子 就是因為這個character chase 是 他只不過是一個警察 是 就是因為這樣 而令到Paw Patrol被cancel了 是的 就是以後小朋友 如果有看我們的節目 不好意思 哈哈哈哈 雖然我之後是沒有的 真慘 明天要說這個消息給我兒子 哈哈哈哈 原來由今年剛剛 真的很新鮮 剛剛今年六月 是 cancel了 是的 這樣就沒有了 其實還有一個 都嚴重的 都是cancel了 是的 這些都是 譬如一些人沒有工作 或者是一些show 就完了 以後都沒有了 這樣 這個就直接被人放火燒了 就是一間教堂 燒教堂 燒教堂 這些就是某黨經常做的事情 都是最喜歡做這些 燒教堂 那 就因為 他們 就不理 防疫 所謂 就不止批鬥 都是批鬥的 但是索性就把他燒了 哦 他就說 怎樣是不理防疫呢 即是他說防疫 譬如你說 譬如你現在食肆也是 你不是說不給限聚 那些 他不理 但是呢 就不是政府執行之類的事情 那些事情 是一些群眾 就走去燒了他的教堂 即是類似 等於 現在有些人批鬥人 會出手打人 那些 真是一種宗教 以什麼什麼之名 對 以什麼什麼之名 就打你這樣 有些人就放火燒 是的 這些都是那些 現在 鬼佬很流行的 cancel culture 嗯 他是整個風 你看到後面 整個風 任何被他碰到 都會出事 那些什麼言論自由 你所有藝術 即後面寫著的 那些什麼法律 歷史 那些全部都會 被他拒絕了 只要他號召到 那麼多人去批鬥你 那你就完結了 噢 想不到西方世界 都會發生什麼事 想不到西方世界 都會淪落到這樣 哈哈 真的 沒有辦法 你這些左毒 一進去哪裡都會死 真的 你進去俄羅斯死 你進去大陸死 你進去哪裡都死 現在就是進去美國 進去歐洲 不過如果你問我 歐洲 就更瘋狂一點 其實就 不過我們 要是我們講主流 就是外國主流 就多數是荷里活 之類的 所以我們就講北美 cancel culture 即是會不會 這陣風 會真的吹到來香港 你覺得 我覺得有機會 其實 是啊 雖然我們的華人 不太懂這些東西 但是我們跟風 所謂讀書多 那些 還要跟外國 還要跟左邊的外國 你跟右邊 你沒有知識 那些 所以其實 我們有機會 是這些東西 那你現在事實上 我們香港 有很多左膠 那些平機會 那些政府 那些平機會 都是左的 全部這些都是左的 所以 不要以為 我們有抗體 我們沒有 其實 所以 那些左毒 是比武漢肺炎 很多 這個是真正的危險 武漢肺炎 就是很弱的 哈哈哈哈 是啊 這樣 這一節 我們先講到這裡 我們有好幾個例子 那下一節 其實還有的 我們會再說 多一點點 cancel culture 批鬥 簡單來說 好 我們轉頭 轉頭機 轉頭機